嗨大家好我是莉夏 今天来测试一个养花好工具 一到夏天就有很多花有问我 家里好多小飞飞要怎么办 我一般是这样回答的 土里面买这个小白药 把这个幼虫给杀了 然后会飞的小飞就挂黄板 黄板什么鬼 这就是黄板 为什么黄板和会飞的小黑飞有作用呢 因为这个小黑飞和很多喷虫非常喜欢这种黄顺 它就会把它扑过来 而这个黄板又是经过特殊处理的两面带胶 那么扑过来之后就会粘在上面 粘上了那就只能慢慢等死了 真的有效果吗 是驴子司马我们拉出来溜一溜 现在就把它挂出去看一下效果怎么样 把两边的保固膜给它撕掉 这个胶也露出 然后再用这个铁锡穿过去 挂在由小黑飞出没的花盆周围 我这里的小黑飞比较少 两天之后再来看一下效果怎么样 两天了我们来看一下 真的有效果 大家看到没 这些的话是小黑飞 竟然还有这种不会咬人的这种蚊子 钻吸植物的 还有这个不知道是啥虫 再看一下法面 看到没 法面是很多小黑飞 有这种白色的不知道是什么虫 说明这个效果还是不错的吧 好了这一期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你们还知道哪一些讲话好工具 可以留言告诉我 我会买来做测试 喜欢这些视频的话 不要忘记关注点赞留言哦